大家好,晚上22点33分了啊 我看刚才有人给我留言说 不知道我这眼睛看着哪呢 我就看着我的屏幕啊 是吧,我得跟大家真诚的交流啊 是吧,这个还有人说这个有提词器 什么叫提词器,我都不懂 您真抬举我 哎呦,我跟你们说啊 可能这位朋友是刚来的哈 这个我再跟您说一下 我上小学的时候 班主任老师啊,语文老师吧 说写个500字的作文吧 我随便一写就3000字 哎,这这个白货白货聊聊侃侃 哎呀,这对我来说太轻松了 这位是吧,毛毛雨呀 萨萨碎啦,小意思啦 是吧,哎,这都不叫个事啊 朋友们看看这个啊 这真吓人 吓人吧 是吧 生孩子不叫生孩子 吓人 这是某大学入口处啊 而最近不是江苏浙江啊 五六个大学啊 要把人家这个本科给人转成专科 当然不干了 将来不好找工作 本来就不好找工作 大学生都淤了 后来好像山东一个大学也加入了 六七个大学闹呢 是吧 这就是特警 是吧 特警 吓唬大学生啊 现在啊 拿着枪 核枪实弹 是吧 那会儿那个动乱时期啊 解放前 是吧 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 说什么都没法安放一张书桌了啊 什么东北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你看看现在 是吧 今天我对面是腾讯的投资人啊 我其实最烦反感投资游戏 真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腾讯的 因为后来到了微信还好一点 我 我觉得投这个游戏人 都是害下一代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跟你说 最后身体都不太好 嗯 抱歉 打了个喷嚏 投资游戏的人 确实很多人沉迷于其中 沉溺还是沉迷啊 反正是 是吧 不好啊 我是从来不玩这些游戏的啊 我是看书 这就有一个 哎 有一个消息 出来咯 转发 中山一 中山一学院吧 还是中山一科大学啊 中山一的同学说 这应该是广州的啊 刚传达紧急会议 大家告诉亲朋好友 别乱跑 形势有些严峻 传染性很强 有点武汉早期的样子 我们三院的 可能是第三医院啊 附属第三院 我们三院的罗港分院 现在要改成收新冠的医院 就改成专科的 专门收新冠这些感染者的医院啊 罗港分院的病人 就其他病人啊 要全部送到我们天河院区来 天河区吗 广州八院 第八医院吧 广州的医院我不太熟啊 北京的医院我还熟 已经新冠收满员了 卫健委来了五十多个领导 在我们医院 国家卫健委啊 那从北京来的啊 原来就卫生部 在我们医院布置工作 下午 医院要紧急开会 这次印度病毒的病毒量很高 传染很快 比武汉还要严重 是吧 你们出门一定要时刻戴好口罩 回家换衣服 酒精消毒 病毒比武汉那次厉害很多啊 不会再像上次似的吧 把李文亮等八个人给训诫吧 不会这么干了吧 是吧 最最终证明人说的是对的呀 人家李文亮还没有大规模的传播 在一个 熟人的微信群 可能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说了一下 就给人训诫 是吧 结果武汉的疫情 很明显是耽误了 是吧 这个是掩盖了啊 是吧 还搞了什么万人宴 对不对 大概 如果早采取措施两到三周 全中国不会那么严重 全世界也不会那么严重 人家说了啊 说如果早采取措施 当机立断 而不是拖延延误 那现在95%的病例是不存在的 全世界死了300多万人吧 那大概可能只死个10万人 到15万人就可以了 是吧 现在有1亿7千多万人得病 那可能也就 1亿7千多万 你就按1亿8算 1%是180万 5%呢 也才900万 是吧 所以现在 估计啊 这个不会在那什么了啊 但是广州啊 官方宣布的病例数 我不知道 但是希望他们啊 不要弄虚作假啊 面对现实 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生命财产 为整个社会啊 这个真正的负起责任来 而不是想着保他们的官 那么多